彰化福新鄉的同安村 近期在空氣當中 都散發出惡臭 也要民眾懷疑有一處 農地倉庫是偷埋電鍍廢土 所以會從警方和環保局 到現場來開挖 而縣府是一空屋法 開罰了成租業者 並且採樣帶回化驗 居民手舉標語抗議 因為空氣中的惡臭 他們再也受不了 指控彰化縣服 新鄉同安村的這處農地 埋了電鍍廢土 甚至直接找來怪手開挖 從空中鳥看 農地的角落搭起了一棟鐵皮倉庫 其他地方則填平作為空地 怪手開挖點就在倉庫的前方 承租業者出面表示 倉庫存放各地收來的下角料 包括鉛片銅屑 氧化鑫 鋁吉成灰 都有單據資料一切合法 民眾若疑慮 歡迎採樣送宴 現在的問題 我說也有做這個 威化的 我們就在你們這裡 要讓你們開 那近期的那個下雨 混合到那個吉成灰 它會散發出次比強烈的那個 阿摩尼亞的一個味道 我們依空氣污染防止法第32條 儲新台幣10萬元以上 100萬元以下的罰款 彰化縣環保局表示 臭味是因為鋁吉成灰 混合了雨水 釋放出阿摩尼亞的味道所致 將依違反空污法 儲業者10萬到100萬元罰還 也派員到廠帶回堆製的原料 與開挖的土壤化驗 釐清是否為電鍍廢土 最快兩週後才會有結果 記者阿民風龍濤 彰化報導